你的錢包會幫你生錢嗎 你知道要怎麼挑選一個會幫你賺錢的錢包嗎 你知道大多數有錢人都用這樣的錢包嗎 新春快要到了 趕快幫自己挑一個會賺錢的錢包 趕快按照以下三個步驟 來看看你的錢包是否會來幫你賺錢呢 第一要會生錢的錢包 首先當然要是母的錢包 對你沒有聽錯 錢包這樣還有分公的跟母的 指的就是皮夾內部的隔層數量 如果是奇數的話就是公的錢包 雙數則是母的錢包 選擇雙數隔層的母錢包 好事自然成雙帶來好運幫你生財賺錢 第二個就是選擇紙板式的錢包 現在人喜歡用摺疊錢包 會讓錢天天彎腰不得舒展無法聚財 讓你好像為了錢天天彎腰低頭 為了聚財建議使用紙板式的錢包 日本做調查有錢人95%都用紙板式的錢包 也驗證紙板式錢包比較聚財的說法 第三就是錢包裡當然要有錢母 讓錢包可以生財放錢母 而錢母又稱之為發財金 相信得到發財金而賺大錢的事蹟就不用多說了 而老師設計的四面佛錢母 更是你最好的選擇喔 快按照以上老師教的方法 歡迎給我會幫你生財的錢包吧 而老師本篇寵愛粉絲不留守 特別加持的十張金箔錢母 來給支持老師的粉絲朋友 只要在板下留言恭喜發財 就會在大年初銀財神的時候抽出 十位幸運的朋友得到這錢母 祝福各位親愛的朋友 都新年快樂發大財 關注陳群玉老師 讓你時刻保持好運勢喔